《龙珠超》,同样都是超级赛亚人蓝色,贝吉塔的综合实力为何不如悟空? 在《龙珠超》中,天使维斯无意中说的一句时间差不多了,直接暗示了维斯故意提前训练贝吉塔,等到二人力量差不多之后,才开始训练孙悟空 之后贝吉塔和孙悟空也差不多同时达到了超级赛亚人蓝色的形态 可是为什么同样的形态下,贝吉塔的综合实力还是不如悟空呢? 剑客觉得应该有理下这几个原因 首先就是因为孙悟空的基础是贝吉塔没有办法比的 在《龙珠》早期的时候,孙悟空的战斗力确实没有办法和在宇宙中战斗的贝吉塔相比 但是正因为地球人的战斗力相比于宇宙人普遍偏低,地球上对于气的运用和战斗的基础都是宇宙人们没有办法相比的 孙悟空从小就有龟仙人的弟子孙悟范教导,之后更是接连经历了龟仙人、卡林仙人、天神、戒王等的教导 在基础上绝对是要远比从小就征战各种星球的贝吉塔要扎实很多的 而基础这种东西,越到后期越到战斗力高的时候才能够越发显现出来 之后想要弥补更是要花费更多的精力 孙悟空在牧力方面完全不会卸在于贝吉塔,在基础上又强于贝吉塔,出现同样形态和力量下,综合实力更强的事情也是很有可能的 其次就是因为孙悟空还会很多贝吉塔不会的强大招式 悟空从小的各种修炼除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之外,也学会了很多强大又特别的招式 比如说龟派气功,瞬间移动,戒王拳,元气弹等 尤其是戒王拳和元气弹对于战斗力的加成是非常恐怖的 在第六宇宙和第七宇宙的比武中,孙悟空在超级赛亚人蓝色的形态基础上使用戒王拳表现出来的战斗力远超贝吉塔就是最好的证明 龟派气功更是衍生出了不要和孙嘉仁对拨的梗 瞬间移动对于战斗的加成同样也是不可小觑的 而贝吉塔除了最出名却几乎人人都会并且效果不佳的王子战法之外 其他的终极善光,加利克炮等也最多不过是和孙悟空的龟派气功差不多罢了 他并不会类似戒王拳,元气弹,瞬间移动这种招式 再次就是因为孙悟空的战斗特性了 在维斯训练贝吉塔和孙悟空的时候 就明确指出过二人战斗风格和特性的不同 贝吉塔每一次的攻击都会经过思考 神经传播的速度不仅影响出手的速度 同时也不利于自在吉异弓的学习 而孙悟空就不一样了 他不经过脑子的攻击不仅出手速度要更快 这种类似本能的战斗也非常符合自在吉异弓的特性 所以孙悟空才会比贝吉塔更早的学会自在吉异弓啊 同样,在相同的形态下 孙悟空的综合实力要强于贝吉塔自然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最后就要说到孙悟空的主角光环了 孙悟空毕竟是龙珠中当之无愧的主角啊 其战斗力未必要是最强的 但是起码在龙珠战事中 孙悟空的综合实力肯定要是最强的啊 主角光环就不多说了 尤其是孙悟空这个主角还是一心以变强为目标的 就像玄魔名人最后会成为火影 陆飞早晚会成为海贼王一样 孙悟空也必然早晚会变得最强 综上所述 剑客觉得同样都是超级赛亚人蓝色的形态 孙悟空的综合实力要比贝吉塔更强的原因主要是因为 孙悟空的基础要比贝吉塔的更为扎实 更容易最大程度振制超长的发挥出全部的实力 孙悟空的界王拳 元气弹 瞬间移动等特殊招式对于综合实力都是极大的提高 而这些招式都是被吉塔锁不会的 孙悟空的战斗风格和特性在战斗中比对吉塔有优势 并且更有利于自在及义工的修行 孙悟空毕竟是龙珠中的主角等几个原因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吗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 谢谢您一直关注并支持咕咕动漫频道 希望您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订阅我 再见